不雨过后,我省各地乡村追赶春光有序恢复春耕生产 有关部门服务保障到地头,齐心协力抢农石 首有农资,心里不慌 我省各地加速农资下摆 在安山秀岩,全县所需的100万公斤玉米杂交种子入乎率达99% 各种化肥入乎率也达到96%左右 铁岭市春耕所需的大豆种子已经下摆100% 做好了12.54万亩大豆种植任务的前期保障 在大连,玉米、大豆一陆续开始播种 预计五一后达到播种高峰期 全力抓好稳量争斗工作 今年全世界扩充大豆面积8900亩 信息化机械化手段齐上阵,助力各地抢抓农石 今年银口市水稻工厂化预央比例达到90% 目前全市水稻预央工作全部结束 在水稻主产区,盘山县太平凯蒂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通过全流程水稻拨盘技术 可实现日均生产2万盘预央拨盘 在福顺县上马镇温稻村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引入的爆种育苗机效率比人工提高了五倍 在产粮大县昌土,大田玉米播种已经全面展开 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引进新设备加快春耕进度 今年全县落实粮食座播动面积427万亩 每天出动整地和播动机械约4000台 除部分低挖地块以外 5月10日前大田播种基本结束 我省金融机构积极行动确保各项资金及时到位 辅顺市提前下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550万元 奉承市多家银行机构简化信贷流程 进村入户服务 盘景市金融发展局主动对接涉农县区合作银行 做到金融支持进田间 一中日内下款非常快 国家利息非常低 解决我们农户的资金问题 同时相关部门主动服务 确保春耕生产顺利开展 银口市霸鱼圈区 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深入乡村田间地头 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问题 提领市成立了大豆轮座专家指导组 开展包片技术指导工作 本西还人满足自治县公安局 对农资运输车辆 采取快查验快登记的闭环管理模式 全力保证农民返乡 农资月输农资保供的绿色通道畅通 精准服务保障村耕生产 本台综合报道